地球,而台湾位于地球的中心 这样你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没关系,这样试试吧 相信,这样各位就看得很清楚了 不过,我好像不见了 抱歉,如同刚才我所说的 台湾位于地球的中心 而台中则是位于台湾的中心 如果我们放大一点来看 这里是台湾第一座 由瑞士建筑大师韦伯 所规划设计的国际级建筑 台中新市政厅 让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它的全貌吧 新市政厅的对面 也是由韦伯大师 以现代艺术为概念 所设计的台中市议会 这两座世界级建筑 将让台中成为亚洲的建筑新都 而这整个区块则是台中七旗 最珍贵的市政客区 中间是胜利夺目的水武广场 两旁则是一片绿意盎然 占地四万平的火灰原道 我想这时候我应该让您看得更仔细一点 这整个珍贵的市政客区 是您所能拥有的 由双十字绿原道延伸出去 与其结尾的市令一栋 世界新九大比标建筑 台中大都会歌剧院 这是由日本设计大师 伊东风雄所设计的 更难的的是 景陵市政客区的左边 由新光三越 远东百货 搜狗百货旗舰店 所组成的时尚购物商圈 已成为台中市最精华的地段 同时也是最具有未来 与前瞻性的地标 而各位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主角 精锐市政厅 就位于整个精华地段的核心 请看 让我再为您回顾一次 它的前方是两座国际试级建筑 以及四万平原意造型的 双十字辅会原道 它的斜队角 是艺术与人文汇催之地 它的后方 是台中最重要的交通动脉 中港路 最令人惊艳的是 它距离台中最尖端的时尚胜地 只有几步之遥 小心翔翔哥 各位贵宾 像这种龙盘古剧 闹钟取尽的绝佳地理条件 相信眼光独到的您 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而如此前卫设计 又能拥有古典美学的 国际顶级住宅 对于品位出众的您 更是非您莫属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精卫市政厅 对其精华做出更深入的了解吧